好 介紹這個日子很久沒回來和大家見面了 好 拜託你很久沒見了 很久沒出來 阿川 先講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 因應斯里蘭卡重新參加世界本外圍賽亞洲區比賽 所以香港隊原本是第三檔次被迫到第四檔次參加初賽賽事 經過抽籤之後將會迎戰北丹 相信有看本地球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北丹大家都交過手 在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 當時首循環大勝了北丹7比0 去到次輪作下不單 因為比較高圓的地方之下的作戰 相對體力消耗較大的 當時就靠陳少奇 在差不多90分鐘完結前 一次角球的攻勢 投槌頂入1比0就撫戰了 成功擊敗了不單 如果進入下一輪比賽 就會進入E組 同組的對手都很熟悉 就是有伊朗2022年 卡塔爾世界盃的世界盃圍賽都有碰過臉 同組還有烏茲別克和土庫曼 另外也要留意 9月的杭州亞運 香港會派出瑜伽三去作出比賽 藍支足球比賽也有烏茲別克 另外同組還有敘利亞和阿富汗 足球方面有沒有補充 補充是8月15、16日 先有阿冠外圍賽 第二圈 兩支香港球隊主場都出戰 不過是這樣的 一場 劉朗那一場15日開7時半 李文那一場開8時半 星期三 劉朗也買了很多當打的球員 值得期待 當然要打入第三圈的話 他們說進級也不容易 不過我們都支持 還有香港隊 剛才傑少說 那個不丹高燃氣候 即是 今時今日 相信要再炒不丹7比0 都不容易重演 但都希望香港盡量拿多些正勝的球數 不要大意失球 因為始終作客 都叫做 據報有進步的不丹 都不可以掉以輕心 還有放眼到第二圈的比賽 所以體力流放 還有手會合憂手 好像傑少說 真的很重要 好 足球的出息暫時到這裡 亦都期望身邊的Ryan 你的菲甲順先生都可以加油 希望有新節目看到 好 輸時事打時快 我要唱歌了 Hate me IDC 上個日聲 IDC I don't care at all 熱鬧IDC 廢判解釋IDC 門外好得 不要緊 I don't care at all 不要緊 我懂得唱 我練好了 但我突然脫了嘴 剛才也有一句 IDC也唱漏了 不好意思 太久沒有拍片了 對著鏡頭有點緊張 是的 好 嘴 我們都要知道這首歌 COLAR的新歌 IDC IDC的簡寫 我還沒看到 I don't care 先分享一下動態 這首歌是越洋去日本取景的 6月29日出發 7月10日回到香港 心靈後來也沒有隨便回香港 因為他選擇繼續留在日本享受他的假期 也好 因為休息是為了更長遠的路 其實有關的歌曲推出之後 是被一些日本傳媒作出報道的 不過不懂得看日文了 對不起 除此之外 拍MMA的同事他們去日本當地 都是拍攝一個綜藝的一個暑假節目 ViuTV暑假期間的綜藝節目 不好意思 全星暑假 逢星期三晚就是cora的部分 其實這首歌也有一個意思 有時候可能聽到很多不好的東西 做好自己繼續向前走 所以就說I don't care 我們就聽歌了 好 聽歌 好 聽歌了 我們一起 開始 OK 好 好 嘩 只聽到開頭好像有些很電音的風格 真的好像很靈人一記起 以前就是disco 很多人都會去disco玩 特別是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去disco那裏 去wrap一下 Disco方面的東西 Ryan 可不可以說一下關於的東西呢 其實當然不是談不上什麼認識的 因為帶到disco 看法是首先 以前去台灣旅行 或者每個人談論台灣旅行 第一個時間就想 你去disco玩一下 為什麼提到這件事呢 就是disco 其實就是 講求那個跳舞 以及淘汰在強勁的音樂 講求你的自拍 還有你的舞姿在扭動 扭動你的胸致 扭動你的手部 講求大家的遙動 可以有些減壓的作用 總之我覺得就是 現在 因為我們有其他娛樂的選擇 通常如果落到disco 那個情況 我覺得減壓的元素比以前更重 因為可能這些減壓的元素 不太容易讓你在 報劇或者手機那裏可以玩到 其實可以說回這首歌吧 其實我們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日本元素在 例如說 對啦 又看到很多不同的對話框 還看到大家一起奔跑 好像真的想起 寵物小精靈 原來寵物小精靈 都是有類似的東西 都是有些對話框的情況 看到出 可能又看到 心靈就舉起把武士刀 Kendy又蒙住了臉 就在扮忍者 我還看到 Episode 咦?你為何找到一把刀 你的腦袋沒事吧? IPisode 對啦 有什麼感覺? 他們其實 有一個聲音帶出來 他們 想專注 例如我跳唱組合 我專注那個舞蹈 別人 外面有什麼意見 你說不在意 完全不在意 假的 但是會不會 關注到要影響到 我們繼續存在 是否沒有一個人 是不是我們以後不能搞的 不是 而是 更加他們想的方法 或者 透過他們住在一起 這段時間 雖然住在一間很小的屋子 變成了 他們生活在一起 他們也找了韓國的 韓國的排隊師幫他們排隊 令到這件事就是說 聽到我排隊師可以有耐性教 況且還要 還要 試過在落語的情況下 你那些動具平均 你也要快脆 你這個拍手也要快 令到他們 不可以有出賽的情況 其實可能更加令到他們集中精神 記得他們的初心 他們覺得就算 無論八個小時 甚至說 經常都要排隊 很長時間也好 他們都覺得值得 我聽完這首歌 其實沒錯 因為都排隊沒有八個小時 其實真是參與這些說話 是歌手的敬語和教諭 所以 其實我們就聽到了 原來 如果大家也知道的話 當初 Sika 跟IP-Show Quiet-Fly 就這樣唱 在錄音面 就算多次眼 IP-Show I feel so I feel so I feel so 我介紹今天 都有一個版本 要發揮一下小宇宙 要這樣唱 Hate me I feel so 上個日常 I feel so Love me I feel so I don't care if all 好 短短的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